在蓝色方的针对还是很明显的 就不要照顾上路ADD在线上的发育 不想一直让TS去压着ADD来打 对 就拿到Bobby来做counter 让武器大师就先做扛压 我们也看到ADD他在边路上面的扛压 包括他想要去打输出 同时瑞兹这个烟雾弹 是让RNG在BP上面失去了警惕 看看他们第三场的对决到底如何 马上进入到比赛之中 进入到了我们RNG和Bilibili第三场的对决 Bilibili手上是有三个赛点 大家好 我们是德莱兄弟 我是安迪 我是志诚 这把一看得出RNG在前期的一级部署 就不想给国豪有入侵的机会 也不想给对方有不容的阵容入侵 视野马上开始投入 还好这个眼队直接拿到下 有一个小福经验的领先 沫沫这个发条是在起风密集的 这样的话 在可以在中期变换其他的召唤式技能的时候 还可以克制一下对方的打野或者是中路 所以对我感觉这个技能的变换不排除 他们RNG带红色方 小龙团战 这个小小的召唤式技能能够起到作用 是 看看吧 召唤打野都是红buff起手 赵信 金角这一把的侠出一个多蓝盾上路 多蓝盾 抗压 因为知道加利奥和卡莎他们的消耗是比较明显的 同时我在想乃娜拿到赵信 上一把他拿到雷克赛 发挥没有办法发挥出来 他也尝试就一直在下路帮助对方 帮助自己的下路组 gank 每次都是被对方瓦解掉 是 二级想要抓上 没视野的 Bobby来了 有一个红buff 没错 但是ADD ADD好谨慎啊 这真的是经验 已经知道对方是在附近了 做这些假动作让对方觉得已经是我的视野 但其实他都已经 他的那个视野已经是在红buff那个位置了 另外国豪的位置也被RNG发现 双方就各拿一个合道谢了 好像想要是互换蓝buff区域的 我一直有提过就是 有提乃酪在上一把拿到了雷克赛 做的事情不多 想要稳住节奏 不是说乃酪这名选手没有状态 而是说他更倾向于去保护RNG整体阵容的节奏往后拖 但是这一把他们节奏变换 其实乃酪的弹子会更加高的 他是要做一些入侵 包括在线上给到对方威胁的 对 上路也是很激烈 双方互换血量 看看TS 来了 就是这么打了 拿着红buff黏着对方的国豪 黄子能不能走 闪现逼出来 那这个就很舒服 但是乃酪这个造型 他并没有带从人 而是带征服者 获得的效果差不多了 反正就逼到国豪的闪现就可以了 我感觉差得有点远 伤害方面肯定是差得有点远 但如果在一级想逼有闪现的黄子 要想拿一选还是有点难度 刚刚也看得出来他的那个平A的速度稍微慢了一些 如果从认就可以马上调解 双方上路都拿到了自己拿手的英雄 一个是Bobby 一个是TS的武器大师 在前期 Bobby会占有一点点优势 Bobby用的好 真的会让对方对线很头疼 而且在后期打团 Bobby一个锤 万一把对方关键人物锤走了 就打散了RNG的整个阵型 这个好像也很关键 这个技能 对 下路的对线 一直压着 RNG Able在下路的对线 就拿到这个卡莎 这个下路组 发育就很舒服 在前两场比赛 Able的补刀方面 在对线方面还是占有一点点优势 尤其是在第一局 也是压着金角的补刀特别多 所以看得出来为什么Able 大家都一直非常关注他 就是他是非常有潜力的一个AD前手 对 他的基本功 他的一些进场打伤害的能力 都是能够算得上是LPL级的 所以同时他本身的走位技巧都很厉害 就可以说本身Able就是LPL的顶级的ADC之一了 有很多兵线 TS必须得一些把对方兵线给吃完了 如果在血量消耗方面 波比是更占优势的 还可以减一下这些肥皂有护盾 我们看双方打野在补刀上面 国豪 又是你看 又是两个真眼直接投入了 对 我刷也刷得多 我就先投入 哪怕我的野区会有 有可能会被反 我的河道线会被拿 我拿不了 但是这两个真眼 我必须在前面五分钟 我必须掏出来 是 这个装备好像比他所有装备都要重要 对于ADD在上路也一让 我第一次回程 我必定会带一个真眼回来 我传送上线 我做一个真眼 只要我有一个很好的视野控制 对方的奶酪 想gank就太难了 来了 闪线 符文禁锢给到了 没拦的发条 要不要招起来 顶上不要拦走了 闪线 闪线 比利比利的引擎 又再次拿到一点点优势 现在奶酪能不能适当地去帮助一下上路 或者是帮助一下中路 下路也行 其实在这场比赛 RNG拿到的阵容 发力点也很多的 现在是 对于奶酪如果说要选择gank的点 还是从下路选择会比较好一些 因为在中路如果要想抓 Kuro很可能国豪本身这么照顾中路的一名选手的话 会被反蹲 再加上拿到优势的皇子 如果在被反蹲成功之后 中路中野的差距就越来越大 上面是龙打起来了 但是Bobby身上有锤子了 不着急 还是想打消耗 就是看细节 看看奶酪能不能尝试性 在下路打开局面 第一条是火龙 RNG可以尝试先拿龙 不做事也可以 不gank 国豪已经来上路了 不gank也可以先拿龙 可是上面找到一部牵了 因为二连顶起来 配合Bobby要继续追进 赵兴也过来帮忙了 但有点晚了 有一个眼跳走了 是啊 这个锤子也是锤肥 双方都可以接受 但是武器有点难以发育 Bobby在上面的混线 这波兵线也难吃 所以要让奶酪过来把眼给拍了 这个针眼也是勾引到了 TS去拆的时候逼出了 就引诱他去拆这个针眼 很细节这种锤 还好是奶酪来得及时啊 要不然就要出人命了 是 你看ATD他拿到Bobby之后 他的一些消耗细节 是让TS有点 难受 对象很难受 补刀方面也是压制的特别 都不敢上前过来补刀 是我身上拿了个肥罩 你就又很怕我这个肥罩丢到你头上 你就你要消耗你 然后刚刚在三脚区域出来 又很怕被逼动 而自己武器大师没有TP 这波线就要亏了 让造星过来帮帮忙 先把吃掉吧 如果造星 最好是让造星吃一下 在肩上继续耗 ATD要想抓 他还是有闪现 造星也抓不了 他只有想逼到TS回家为止 ATD才会罢手 但是在双方的中路 也是只能这样保持发育 但是到了六级的节奏点 BLG的节奏也能够提升 皇子大招 瑞兹的支援 RNG在下路就会很难招架 造星和发条过来 未必这样的一个正宗配合 四打四 RNG未必有胜算 对我们也看到六级下路组 现在是BLG实现了反推 在小龙的视野又想控制了 不过奶酪是拿到了河道蟹的视野 也去了入侵 赶紧 双方路在下路线把这个兵 已经推过去了 又差一个针眼 可以尝试性地去打呀 瑞兹已经绕后了 想打的 皇子身上大招还差一点点时间 给了一份消耗 侠的血量是压得太非常低了 想进我感觉想进 但是家梁没有大招的 吃一套煎饼果汁 煎饼果汁来一套 我说鸡蛋你说要 但是没有人头产生 双方节奏还是很稳 这个有 上一把的节奏有点相似了 就前面有一个人头产生 但是我们看ADD在上路 优势越来越大 赵兴也不敢去帮 因为如果说真的去帮 也会浪费比较多的时间 波比能够一锤 就垂飞了 所以倒不如奶酪尝试一下 看这条火龙 视野做开了 那就去拿 如果没做开 那尝试性在下路去做事情 对 因为看到哔哩哔哩 下路组压的 RNG的下路组 是压得比较深的 可以尝试在下路打开局面 这之前本身 RNG的打野 就喜欢照顾下路 但奶酪现在的话 至于把没有做过太多的事情 去帮助下路 我也可以想象到奶酪是有点难受 其实他不是说不gank 但是我想要gank bidi bidi都有视野 能够发现我在哪儿 是这个是比较惨的 Elon 赵兴 黄泽 这里强行越塔给了一场 再来一发瓶 给收掉了 贾克斯 哇 ADD上路一波单杀 伤了 RNG上路 换上来 这样被针对就 还要丢一波兵线 也要给到ADD的意识 渡成经济了 所以这个bidi在中期 后期感觉都很难处理 五期大师 想要在后期去做分代 节奏就会更慢 对 这个节奏点 可能也会ADD带出来了 皇子在打下温先锋 那么赵兴可以拿火龙 必须得换资源了 这个资源不产生 RNG也没办法去 打开前期的局面 bidi bidi 也发现对方是在打火龙了 想限制一下奶酪打火龙 是 发条过来 扭一下没有打到 直接空打 布龙也过来 这个小龙拿得有点难受 该拿还是不拿 想抢的话是有危险的 散线潮到了 赵兴配合 逼出散线 想继续跟进 伤害还差那么一点点 没有追上 现在奶酪散线 跟进是可以收掉了 关键是Sora 拿掉了这个人头 还是 有点可惜 还是Kuro的符文 向外猛冲 直接射 让他们拉开距离 但最后人头 只能给到了Sora 价值没有体现出来 对 慕你也没有舍得交闪线 这个实在 对实在没有办法 我去拿这个人头 我交闪线 感觉 拿也不是 不拿也亏 我觉得拿还是 是有一点点帮助的 你看 上楼打不过了 ADD是可以完全跟TS对拼的 现在ADD装备又特别好 一个戎架 一个护架鞋 还有一个洪水晶 完全打不过了 TS还想逼一个三项出来之后 等到他代现期才能有武器的用武之地 三项出来之前 嗶哩嗶哩都开始带节奏了 国豪 Kuro就要开始去做 有动作 上路伊塔 也准备 被Bobby给拿下 有视野 已经看到赵姓了 哇 这点太亮了 真的痛 我都说了 咚咚声的 真的是咚咚声 没办法处理啊 就一个技能 我可以阻止武器大师 我也可以阻止赵姓 是的 我也可以阻止加里 重点 ADD选择了Bobby 太好 Counter这个武器大师了 第二条 还没有拿第一条小龙 不过国豪已经是开始拿了 RNG是没有视野看得到的 这战略有优势 但双方上路都是有DP 这个时候没有视野 嗶哩嗶哩有优势 开始做视野 对 因为嗶哩嗶哩也发现了 赵姓是在上路 开下路的小龙 就特别轻松 第一条火龙 第二条水龙 看一下双方的经济对比 上面快要领先2000 这也太多了 有点多 另外就是打野领先了900块左右 其他的点还好 并没有拉开太多 主要是上野两个位置的经济领先 有那么一点点多 对 那么RNG 两个关键点 发条和卡莎 只要能够稳住 还是有一战之力 但是那个时间点 给到Bilibili 会能够做很多的事情 看来当前能不能找到一波机会吧 RNG在兵线的调动也调动不了 但是想要去进行Gank Bilibili的视野又太多 RNG必须得花更多的功夫 去排对方视野 对 去排对方视野才有机会 不然创造不了的机会 难道想让Bilibili失误 Bilibili又特别稳健 是 RNG排视野也是要冒一点点风险的 一定要多名成员 起码两名成员去排视野才会比较稳健 万一转角就遇到国豪的皇子的话 就很容易出事 现在利用剩下的15秒 放出峡谷先锋 想推下路的杜城 想帮助下路的扩大更多的经济 赵信是在的 可以撞一头 两个杜城先拿过来 没有拿到杜城 看看 这个已经打起来了 这个是逼出了下路组杜城经济的范围 就没有吃到这个经济 没吃到 没敢靠近 是 就怕担心赵信甩他进去 或者是加里奥的嘲讽 那还是挺理想的 甩他进去 我感觉RNG如果真的能甩到 那一般想 挽回烈士都是比较理想的点 才能打出来的这种情况 所以下路也只是被消耗一下 但是上路这个点武器大师急需经济发育 石甲虫也是当地让一下 但是波比不让啊 一直在逼你上路 就像上路一把一样 一直带穿你一条路 AED现在也是领先了50刀的经济了 等级也领先两个等级 打野方面也一样领先了一级 所以现在TS特别难受 拿到武器大师也没有办法 没有用武之地啊 被压得有点太惨了 石甲虫本身也想说 武器大师能不能吃一下 但是还是波比的东西 我把兵线压过去 我肯定把你经济也吃掉了 野区经济可以影响到奶酪一部分的发育 RMG能不能再找一下突破口 上路其实已经不是他们想要针对的 更多的是要针对对方的下路和瑞兹 现在RMG还是要像上一把一样 把这个中期稳一下 把这个中前期稳一下 等到发条以及Able的卡莎起来之后 才有他们发力的点 要不然在前期很难打 赵信已经失去了他前期的优势了 我明白志诚你说的 38分钟嘛 35分钟嘛 但是现在距离还有20分钟 感觉又要 这次得多长时间的对先期 才能够去让这个20分钟给 很好的去度过 我相信很多RMG的粉丝 知道自己的队伍是可以坚持到那一个 也期待志诚所说的 Moon化身为美少女 但是代表月亮消灭我 那需要时间 真的需要时间 就需要一点点 现在今晚的月光照射吧 这个时间应该到了 我们也给到很多ADT的镜头 ADT在编路分代的意识太好了 其实如果是说回来 我们很清楚 4-1分代是从哪里 哪里学回来 或者是从哪里开始推广 就是LCK的赛区 当时那一首4-1分推 是让很多赛区非常头疼 而且为什么LCK赛区 他的这个4-1分推能够打得这么好 就是因为他们对于这个战术的贯彻 落实的非常到位 他也不担心正面四个人会遭遇到什么 他只知道我4-1这个点 1这个点是非常关键的 对 刚刚ADT利用大招就把 人给损飞了 如果说到4-1分推 我觉得如果LL的远古时代 就是S2的时候 TPA当时就是利用4-1分推拿下冠军 奈德利 当时奈德利或者是盛在编路的分代 真的是非常 真的就是始祖级的4-1分代 那时候的确是挺可怕的 那个时候奈德利还能够出肉装 对 完全没有处理的办法 是 现在就不一样了 能够贯彻到底肯定是在编路分代的人 他的意识非常清晰 也能够很好地去洞悉 他对比赛的阅读能力是很厉害 对 关键拿到优势的Bilibili 在视野的扑空方面是做得非常好 让ADD单带这一条线是非常安全的 NNG现在就要做更多的在视野方面 以及在发育方面做更多的事情 来保障自己的后期有一战之力 在英雄上面Bobby这个点 很克制赵姓和武器大师 这位武器大师 现在发育很堪忧 必须得补出来 至少三项拿到手吧 三项拿到手也没有用 还要等多两件拳装吧 最起码真的 现在对于ADD的发育太完美了 开始做事情了Bilibili 这一条是水龙 先把野区的视野全部清空 又开始排视野了 这个侦察队做的 把ADD换到了下路 因为准备20分钟大龙要升了 这时候Bilibili最习惯常用的方法 就是这样打 如果有三龙Bilibili 在大龙就要去做针对了 但是双方节奏都缓下来 而对于Bilibili来说 他也知道这个节奏往后 他们也不会吃亏 只是说给到一点点的时间 一点点机会 只要能够把握住 RNG没能够到达他们的强势期 Bilibili都有非常高的胜算 所以RNG在对方 想要通过去大龙做B团 或者是正面直接硬钢 RNG怎么去做处理 这就是非常考验 他们五名年轻的小将 是的 Bilibili中转下 不容大招直接秒杀了TS的武器 大师家里要给大招也欲视无补 伤害全都灌到了TS身上 ADD根本不怕你的伤害 因为本身武器大师 就已经在出这个三项 想要补出来 单单靠这个忍者独具 承受不了这么高的伤害 对的 你看不是ADD 我以为瑞兹就是ADD 这个是Kuro Kuro你看这个动作 跟上一把ADD一模一样 这把你明拿瑞兹没关系 由我来我来去做分代 做的事情完全一样 一模一样啊 RNG在线上的处理太困难了 现在武器大师也没有开发出来 三项也没有好 线根本带不出去 哇 这种风格 Bilibili体现的淋漓尽致 对 即使是Kuro的流浪对阵 TS的武器大师也未必打得过 就TS两个点都处理不了 终上都处理不了 所以现在要为RNG出谋划策 应该就是要针对 没有Bobby的那一路 你像瑞兹这种 我是否可以把其他路的资源 让出来你推塔 我来找机会 把你的人给击杀掉 让这些人头的经济灌输到核心 Moon 包括Able 他们的点身上 对 也考虑到RNG 为什么现在这么难 是因为兵线首先没有处理好 视野就很难做出去 一旦视野进入到对方的视野范围内 Bilibili就可以做出应对的决策 去针对你的走位 我发现你的下路组 或者是你的TS武器大师单带 我就有机会直接抓了 我还可以开车 对 这个经济差 看Bobby都快要领先了三千 三千块 中路也有一千经济 打野方面是一千多了 就领先的经济 我们知道总体经济是领先了六千 而这些经济就灌到了Fobby身上 还有黄子 包括中路 中上野都领先着RNG的中上野 现在这几个单带点就让RNG非常头疼 又开车来下路 继续消耗下路的二塔 所以也就意味着RNG Able在后面 一定要找到一个很好的机会 打满输出 而且打满一套还不够 Able必须给打满两套 才能够把当前局势 给稍微扭转回来 Able的压力和Moon的压力都非常大 从场比赛也没有看到 Moon能够有时间给他发挥 现在只是仅仅二十分钟 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给到RNG 但留给RNG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还是真的不多 是真的不多 只要BLG有逼得逼得有动作 有机会了Able进去 差一点点 国豪没有倒下 哇 这一锤直接把人给锤飞 可是Able经常这个面对对方 这么坦的ADD 有点难以打得动啊 难受 伤害不够啊 ADD这一锤 把这个团战终结掉了 本人以为是机会 但是 是机会 没有打出来 被ADD破解了 这个锤也 真的 把机会都给锤没了 RNG 再尝试找一下吧 就抓 像安迪你所说的 没有 在 没有波比的那一路 或者是没有波比在身边的一些成员 RNG是可以尝试去抓的 是 我们看TS 现在也能够得到一丝丝时间去 拖发育啊 是吧 能拖多少是多少 我看任务就得还不成啊 因为看到 Bilibili这个时间点 也没有敢开大楼 他因为想利用自己优势 把防御塔再磨一下 有没有发现 就是说 现在的节奏跟上一把很像 RNG如果能够稳下来 真的能够拖到28分钟 不弹30分钟了 28分钟 我就觉得RNG就有机会了 就在等发条一键装备吧 对能拖的 Bilibili如果也不敢开的话 那就会有危险了 开到就要收了 没开到 没开到 保住了一命 收了 少了一个闪现 可是 待会开团就没有这么激进了 其实还有一部分经济呢 就是在Bilibili的防御塔上 防御塔一座没破 RNG现在如果不打一波团 这个塔都没办法拿过来 单单靠TS 武器大师去推 也很难啊 现在RNG也要依靠 等到时间点 我才能把兵线推出去 再也许发生了一些摩擦 就靠召唤师技能来 避免这些人头的丢失 Bilibili非常保险了 打得 现在武器大师是有三项带着了 ADD已经过来买 过来想抓对方的TS了 被发现了 先跳一下眼 先跳一下没顶到 这个其实眼也能够稍微省一下的 刚刚也过来了 但是我们看Kuro Kuro ADD上升 疯狂编带 对疯狂编带 小龙Bilibili继续把握 可以看得出Bilibili 这把比赛的一个战术 跟上一把是很类似的 造型大招用过了 这也可能是一个信号 对 继续利用优势消耗你的防御塔 防御塔没了 这个大龙对于Bilibili来说 也能够尝试性做B团的 Bilibili如果是真的很好地 想要去把这波团 把这个比赛给结束的情况下 这条大龙他们需要去做针对 哪怕我不开龙 我用视野来压迫RNG来打团 但是RNG这个大龙视野 也必须得把握住 不把握很危险 对 现在Bilibili计划的就是 我可以先拿一条封龙 再继续利用ADD这个强势点 把你的下路继续消耗 继续带穿 或者是实现一个1312分带 利用骷髅 另外一个点带上路 其他三员在大龙布控视野 逼着RNG在兵线上处理 非常难受的时候 我再考虑开稳稳的大龙 拿下大龙之后继续分带 这就是Bilibili现在要做的事情了 还有处于RNG RNG现在处于劣势 就是Moon的符文 作用并不是太大 对 到了后期已经没有作用了 不过他的出装想法是很好的 直接奔一个法师帽 要追伤害了 对 必须得帮助对我打伤害了 再不这么去打伤害 哪怕我打那么一套 我能够控制多人 已经是帮助RNG去完成这波团战的任务了 对 在这把比赛 现在RNG也没有人能够出到秒表 或者是水晶系带 对于 Apple以及Moon这两个输出点来说 就特别危险 你出也没用啊 我有黄指我盖住你还能用通过水晶师来穿抹枪吗 闪现吗 所以不可能 但是我们看 Bilibili的出装 两个正义荣耀 到底要得多肉 就靠金角去打输出 靠黄指去打 打一波AOE伤害 Bilibili 这个就感觉很稳健 Bilibili的打法 另外就是他很喜欢把所有的野区视野都清空完之后 等待你的进入 我要么开龙你不知道我在打 但如果你一旦进入野区的话 肯定就属于你的危险区 对 我记得大师这段时间的确收获不少的东西 但是Bilibili也没有很大的动作 连这个大龙都不敢摸一下 风龙都不想要去管了 Bilibili更想要去通过兵线运营给压力推上去 但是就给到RNG不断着去吃这个兵线 其实现在可以开车开大龙了 这一波非常果断也开得非常快 对方是没有视野的 也是压到了对方全年回缩的情况下 Curo直接开车偷大龙 Bilibili到底是多稳呢 稳到这个视野都要做到RNG的高低才去拿这个大龙了 对方过来看的时候大龙就已经消失了 对 这个是得多稳 所以这种视野流派的队伍很可怕 你不知道他在野区里面哪个位置要干些什么什么时候干 是像视野布控就特别像LCK的一些队伍 在前几个赛季LCK就在视野方面就做得非常完美的 就可以体现在韩国的队伍身上 这是很正常的 他们这两个关键的英雄 只要有装备都能够扭转乾坤 对就看Bilibili会不会有一波上了的时候 上高低的时候让Moon开到一个世界波 来打出一个反扑的机会 可是你有世界波我也比较担心 ADD能够开出一个世界锤 这个一锤定音 一路了 又耗掉一路 上路也继续耗 比东到了 关键的招季先行倒下 没有办法了 这个时候ABO也是有危险 拉开距离不着急 发条只剩拉了一个 这个大招有点浪费了 只是拉到布隆一个人 上前 虚弱套上武器大师 武器大师伤害打不了 到处拉住了 闪现拉开距离 还有一个跳眼 先跳出了皇子的大招 旁边包币已经倒下 卡莎可以打输出 加量的大招用出来 但是ABO被针对了 三个人直接围剿 拿下这人头 有着大龙buff了 Bilibili还是可以 继续做输出 瑞子恩 Curio要上线了 继续把这招冰线清掉 四个人 两个人怎么防守 莫能不能化身为 美少女战士拯救这个世界 没办法保住RNG的基地 Bilibili配合着大龙buff 一大波冰线 已经无法阻止 Bilibili的胜利了 这个时候要Bilibili 干杯一杯 3比0 拿下比赛的胜利 进入到2019NESD 线下总决赛的八强 哇 还精彩啊 Bilibili打得 真是让RNG窒息 完全没有找到机会去突破 是我在想 LPL的风格当中 以稳健著称的有谁 Top 但是没有想到 就是今天 Bilibili的一个表现 让我们觉得很窒息 真的让RNG也非常窒息 这个视野 视野流派 疯狂了 把整个召唤师峡谷都给照亮 然后才去稳稳健健去拿到大龙 那到了那个时候 已经是Bilibili的最强势 而RNG也没办法跨过那一道坎 去进入到自己最强势 想要去发育 想要去翻盘 根本就没机会了 就没有给到你发育的机会了 想补足一下经济的时候 已经太晚了 是啊 我们也看一下这一把的MVP MVP中单 还是ADD 在上路的表现真的太亮眼了 其实还有一个主要因素了 就是这个Bobby的英雄属性 很克制武器大师 也是在对方TS选择了武器大师之后 我再选出这个Bobby去Counter 所以对RNG来说挺可惜的 就整体来说 那当然对于RNG 五名成员五名的小将 他们想要来到2019NSC这个舞台 去跟主力阵容去做较量 跟BB的主要的首发阵容去做较量 肯定也是希望能够打出更多的东西